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,与约束系统传感器C的通讯丢失。这是什么意思?这是适用于大多数OBDR车辆制造商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此代码表示约束系统传感器C、RSSC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为相互通信。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没有此Can总线,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,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,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约束系统传感器C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,通常位于车辆中央。它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,其中一些直接连接到它,大多数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 这些传感器输入中最重要的是碰撞传感器或碰撞传感器。这些输入使模块可以确定何时发生碰撞或车辆是否正在迅速减速。 两者之间的区别是RCM可能不采取任何措施,可以选择激活安全带预紧器或激活预紧器和被动约束,安全气囊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,具体取决于制造商,通信系统的类型,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。由于非功能约束控制器系统中出现的安全问题,这种情况下的严重性始终很严重。 任何时候为这些系统提供服务时,安全都是一个问题,因为即使警告灯亮着,它们仍然可以带电。 始终将这些系统视为仍然可以随时运行。 U0172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安全气囊灯亮或闪烁。 原因,通常,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,在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。 打开CAN总线电路,任意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,两个CAN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。 RSSC模块无电源或接地,很少控制模块故障,诊断和维修程序。 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。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首先,请注意是否还有其他诊断故障代码。 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与总线通信相关或与电池、点火相关,则首先进行诊断。 如果您在彻底诊断和排除任何基本代码之前诊断U0172代码,就会发生误诊。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,并且从其他模块获得的唯一代码是U0172,请尝试访问约束系统传感器C-RSSC。 如果可以从RSSC访问代码,则U0172代码可以是间歇性代码,也可以是存储代码。 如果无法访问RSSC,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72代码处于活动状态,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 最常见的故障是电路故障,会导致约束系统传感器C-断电或接地。 检查为该车辆的RSSC模块家电的所有保险丝。 检查所有理由已了解RSSC。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,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 如有必要,请取下它们,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,水溶液清洗一下,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。 如果进行了维修,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U0172代码是否返回,或者是否能够与RSSC模块通信。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,则保险丝,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在断开RSSC的连接器之前,请确保已按照制造商的程序关闭系统电源。 否则,由于意外部署了气囊,可能会对车辆或身体造成伤害。 另外,在进行以下测试期间,请确保安全气囊已断开,这是最终的安全措施。 如果代码返回,请找到车辆上的CAN总线通信连接,最重要的是通常位于仪表板后面的RSSC连接器。 在拔下RSSC模块的连接器之前,请断开电池复级电缆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涂上油脂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RSSC之前,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Devam,确认您在RSSC上具有电源和接地。 可以访问接线图,并确定主要电源和接地进入RSSC的位置。 在继续操作之前,请重新连接电池,而RSSC仍未连接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引线连接到进入RSSC连接器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、电源,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不确定,电池负集始终可用。 您应该会看到电池电压的读数。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B加,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 再一次,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 如果不是,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 在继续之前,请检查接线图,查看RCM模块上是否有一个或两个不同的通讯电路,进行适用于车辆电路的检查。 接下来,检查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-C加或HSCAN加电路和Can-C或H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,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-C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2.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C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.4伏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其他制造商显示的Can-C电压约为0.5伏,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 接下来,检查其他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-B加或MSCAN加电路和Can-B或M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接地,将红色导线连接至Can-B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0.5伏的电压,并且会稍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B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4.4伏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如果所有测试都通过了,并且仍然无法通信,或者您无法清除U0172故障代码,那么剩下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,因为这表明RSSC失败了。 点。 这些RSSC中的大多数必须经过编程,或者以针对要正确安装的车辆进行了校准。 这些RSSC中的大多数也应该是积累的。 可能但是请尽下集中标志成的写真比,椅变故障属队发生了这些件事。 比如说明RSSC中的我们的汽车诊断,领质是什么, 所以请尽下集中标准备。 感谢观看